大家好 我們繼續看五秦節 今次這一段我給了一個題目 就是許多猶太人不再一樣的一個五秦節 雖然長一點 但我想大家聽完我的說話之後就會明白為什麼 我想強調的是許多猶太人 如果大家回到教會內 都一定聽過五秦節在《使律行傳記》再過一過 很多人就會說到聲令剛臨 教會就是這樣開始 福音就臨到外邦人那裏 但如果我們讀真一點 其實當時在場被聖靈充滿的一班仕徒 還有在現場聽的那班仕徒 絕大部分都是猶太人 我就希望用這個角度 我們暫時脫離了外邦基督徒的身份 我們跳進去歷史裡 如果我們站在當時的猶太人的角度 到底上主在那個五秦節做了些什麼呢 那麼我們沿著我們上一講 我們去到結尾的時候 我們講到上主帶領著他的子民去到西乃山 那就是很期待上主親臨把他的話語 是賜給他的兒女的 那麼那裏呢 我們上次提到一個Terms 叫Matan Torah 就是賜下神的說話 當然是一個很重要很隆重的場面 但是大家有沒有想過 如果你身在現場的話 你的感覺如何呢 你現在看到這張照片 就是今天有幾座山 就是學者認為有機會是西乃山 那這個就是其中一個 也是非常多遊客會去的 那如果你當時就在山腳 在以色列文當中其中一個 那你會看到什麼 聽到什麼 經歷到什麼 我們就會走去出埃及的二十章那裏看 二十章一開始 頭的十七節就是講出十戒 十戒當然非常豐富 很精彩 但是我們這次就不是去講十戒 但是我們一下去 上主一講完十戒 一下去第十八節 我們就看到當時描述到當時在場的人 他的經歷了 中百姓叫雷轟閃電各星山上霧煙 就都發震 遠遠的暫立 對摩西說 求你和我們說話我們必聽 不要神和我們說話恐怕我們死亡 那就是他們會死亡 我就是很好奇的人 我經常都在想 到底在經歷什麼呢 會這樣說的呢 你是在聽上帝說出他的話語 特別是在這裡說到十戒一次 但是聽然後經歷然後看到這些東西 就是經歷導致他們會說我們會死 那就是憑死的經歷 那是很恐怖的 那到底他們當時的經歷是怎樣的呢 然後摩西說在二十節 摩西對百姓說 不要懼怕 因為神降臨時要試驗你們 叫你們事常敬畏他 不致犯罪 這裏很有趣 其實巨怕和敬畏的字是同一個字 就是說 不要怕 不過你要怕上帝 那是在說什麼呢 那就是說 摩西明白到 這些雷光閃電 覺醒山上霧煙 令他們發震 全部都是為了 讓他們懂得敬畏上帝 那你怕敬畏上帝的時候 那你的耳會開 你就會聽上帝要說的東西 就是說 這些經歷 是將他們放在一個 合適的狀態下 來聆聽上帝的說話 所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換句話說 是Capture他們的Attention 就是讓他們要留意 而且懂得去驚慌 懂得敬畏神 這樣來聽的 就是上帝使用這些經歷 就是這樣預備 將要聽他的人 那就記住這些項目 我們讀開我們的和合本 就是譯做雷光閃電覺醒 就算英文也是這樣譯 但是如果你細心些查回每一個字 每一個希伯來文 然後對回整段經文的話 眾百姓 就是所有的人都在那裡 記住這些詞 然後雷光的字 其實只是說聲音 就沒有說是雷的聲音 只是聲音 然後閃電 閃電這個字 其實是跟火有關的 是一個火把 所以從天而來的火把 就會當是閃電 但是字本身就是火把 接著角聲 就是吹那些號角 然後吹號角其實是什麼聲音 其實是一些風的聲音 其實是一些風的聲音 我們要記住這些 即是說他們當時經歷 又有聲音 又有火 然後又有風的聲音 好了 接著經歷了這一切之後 出什麼東西出來呢 我們就轉去生命技 生命技就是過了40年之後 摩西臨死就一氣呵成 將整個40年的經歷 就寫回一次出來 所以有些是他經歷了 消化了 經歷了40年 跟隨上帝 認識上帝深了 所以他就將這樣寫出來的時候 是跟前面的描述 是有所不同的 不過我們集中看的 第五章 一至五節 就是講上帝 與他的子民之間納約 然後就是我們剛才講的 五章六至第一節 這個十節 一十節之後 在生命記裡怎麼說呢 第22節 這寫話是耶和話在山上 從火中 雲中 幽暗中 大聲曉喻 你們全會眾的 此外並沒有添別的話 他就把這話寫在兩塊石板上 交給我了 那就是說 上主 由他和子民納約 去說了一次十戒 然後這個十戒呢 就變成 黑了在石板上面的字 即是說 我們會說 說講 不計算 那你就要寫下來 即是有白紙黑字 那現在呢 那個過程就是這樣 由上帝的意念 變成上帝的說話 然後由上帝的說話 再變成 黑在石板上的 上帝審寫的字 那是很厲害的 上帝親自寫的 上帝怎樣寫在這兩塊石板上呢 我們看到 第三十一章 出家及的十八節 那裡就說到 就把兩塊發板交給他 這就是在西乃山上面 上主和摩西說話完之後 是神用指頭寫的石板 即是上主的指頭所寫的 我們借用新約有兩段平衡的經文 我們可以看到 神的能力 在路加福音十一章二十節 其實在希臘文的原文裡面 是上帝的指頭 而這個故事 在馬太福音出現的時候 他就不是說能力 也不是說指頭 是說神的靈 那就是說 對於當時的作者來說 或者在整個猶太傳統裡面 講到神的指頭 其實是可以說是神的靈 所以這裡我們就知道 是上主的意念 然後變成上主的說話 然後上主藉著他的靈 去寫在石板上 是非常厲害的一個經歷 我們只能夠想像 其實有些詩篇是描述 當時現場的人 是很震撼到一個地步 是難以描述的 好了 現在我們就跳過來了 跳到去在 試圖行轉第二章 講那個五巡節 當時是二章一到三節 五巡節到了 門徒都聚集在一處 都聚集在一處 即是所有的門徒 都在一個地方 跟剛才那個 在抗野的五巡節 那個很相似 然而 從天上有響聲 響聲 記得嗎 之前我們說的雷轟 其實就是一個響聲 雷轟就是天上的聲音 這裡就是天上有響聲 好象一陣大風吹過 剛才說的吹號 就是風吹過的聲音 充滿了他們所助的屋子 又有舌頭如火焰顯現出來 舌頭如火焰就好像一個火把 即是一個火 好像舌頭那樣的形狀 就是一個火把 分開落在他們各人頭上 你看到整個經歷 是好似當時在西乃山的經歷 雖然是兩個不同的語言 但是我們依然可以 將它對比的時候 實在是太相似了 即是說 現在又再一次 好像西乃山那樣 上帝是會刺下他的說話 不過今次他們的經歷會是怎樣呢 那麼很多的學者就認為 剛才我們讀到的這幾節 二章一到三節或者四節 這裡就是一個房間 他們借用來給主耶穌和門徒 有最後晚餐 然後去到第四節的時候 之後他們就轉了地點 因為已經描述了另外一班人 他們是猶太人從天下各國來 往住在耶路撒冷 現在他們來到這裡為甚麼呢 因為是節旗 他們一定會上聖殿去過節 他們要獻祭 所以很多學者認為 現在我們眼看到這些的梯級 就是今天在聖殿山南端的梯級 所以在這裡 你看到近我們這些 一岩一殘的 那些是原本的梯級 即是說兩千年前 很大機會主耶穌和門徒在這裡 會走過 主耶穌會講解 會教書 也很可能 這個聖靈降臨 就是說很多人 聽到一些仕途講不同的香話 就會在這個位置出現 那當時的情況是怎樣呢 他們就都被聖靈充滿 按著聖靈所賜的口才 說起別國的話內 那很多人就會把焦點放在這裡 聖靈充滿 就是能夠講到謊言 但我們要小心去看 因為剛才我們把兩個故事 去對拼的時候 去回抗野西乃山那裡 你記得摩西說什麼嗎 有這些事情發生 就是讓你去敬畏 說你們不用怕要經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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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這些是要掌握他們的 attention 要他們留意 而且把他們的心 設在一個正確的狀態下 去聽上帝的說話 在這裏就是一樣 按著聖靈所賜的口才 說起別國的話內 然後接下去那幾節 就描述當時的人 看到這樣的情況 聽到他們自己的鄉話 他們那份的震撼 震撼到一個地步 你可以回去看這段經文 他說這班人是醉酒 在前面已經描述了很多 他們非常驚訝 這聲音一響 眾人都來聚集 各人聽見門徒 用眾人的鄉談說話 就甚立門 立門那個字 英文也叫preplex 你不知道怎樣去處理眼前的事情 就驚訝稀奇說 看啊 這說話的不都是加利利人 即是他們令他們驚訝不易 在這一刻 就是去這個狀態 他們會完全留心 留意發生的事 然後他們的心 就會是一個正確的狀態 來聽聽 這次就不是上主親自開口 是主耶穌 藉著他的門徒彼得 就跟他們講了一篇的道 大家可以回去看一下 第二章 善狼轉魚下的篇幅 我們這次就只是來到這裡 用這兩個故事做個對比 如果我們看到 在西乃山 大概離開了 他們出埃及 有兩個新月 有三個新月 即是踏入第三個月 現在我們看到 原來有眾百姓 有雷轟 即是天上有聲音 有閃電 有覺醒 然後去到 耶穌升天之後的五巡節 門徒聚集在一起 又有響聲 又有大風 士頭火焰 如果在西乃山 最後得到的 就是一對的石 碑 然後在上面 是上主用他指頭 即是藉著他聖靈 所寫的十戒 但在這邊 我們就看到聖靈 充滿了一群士徒 他們的頭上有火焰 這樣的對比下 沒有辦法 你不想起一段經文 那就是耶利米書 三十一章 三十一到三十三節 耶穌話說 日子將度 我要與以色列家和猶大家 另立新約 Rit Kadashah 就是在這裡出現 即是說新約 不是去到新約聖經才出現 其實耶利米書 一早已經說了 而且這個新約 不是馬上給外邦人 是給以色列家和猶大家的 不像我拉著他們祖宗的手 領他們出埃及地的時候 與他們所納的約 這個有個不同 等一下我們再說這個 我須作他們的丈夫 他們卻背了我的約 這是耶穌話說的 耶穌話說 那些日子以後 我與以色列家所納的約 乃是這樣 我要將我的律法 放在他們裡面 寫在他們心上 我要作他們的神 他們要作我的子民 分別在哪裡呢 分別就是在 《詩囊傳》第四章二章四十節 當彼得說完他的道的時候 那些人就問 到底我們可以怎麼做呢 之後彼得跟他們說 彼得還用許多話作見證 勸勉他們說 你們當舊自己脫離這歪曲的世代 這個歪曲的世代 就是說 扭曲了 在希伯來的文化裡 這個歪曲這個字 相反 其實就是 就是公義的那個字 是正直的那個字 當時是一個什麼問題呢 大家都會 在讀福音書的時候 都會留意到 只不過我們很少 把焦點放在那裡 當時的猶太人 他們不是很熱心去 遵行律法的嗎 他們的問題在哪裡呢 他們的問題就是在虛假那裡 你記得主耶穌在燈山裏面說 他們行善 討告禁食 都變成假務為善嗎 主耶穌 他臨最後晚餐之前 去到耶路撒冷 在馬太二十三章那裡 去責備當時的宗教領袖 民事法利賽人 他們假務為善 還七次說了他們有和了 即 問題就是這樣 上帝原本就是藉著律法 去幫助那些子民 當你去遵行這些律法的時候 即是外在的遵行 就會導致你內心的改變 但是人呢 就很奸搞 人心比萬物更詭雜 結果搞了是什麼呢 外面呢 就做到十足 但是裏面呢 就沒有改變 這個就是假 就是假務為善 新的藥 就是和以色列文去立的 就是想怎樣呢 現在呢 就將上帝的話語 不再由外面進入裡面 方向 調轉了 方向現在呢 就寫在內心裡面 然後呢 你活出來一切的東西 就因為你內心的改變 所以你會行這些事 你所行的事 就會是土神喜悅的了 這個是方向上的很大的分別 這個就是 在耶利偉書說的一個新的藥 那就是說呢 當時上主給到 在聖殿山周圍聚集的一班 來自很多不同地方的猶太人呢 一個機會呢 就是從心底裡面活出一個生命 能夠土神喜悅 如果我們上一講 我們講到 我們要帶著期望的期待 上主藉著他的說話 或者當我們讀上主的說話的時候 上帝是會打開我們的心竅 讓我們明白聖經 我們會見得到造物主的奇妙 我們要有這份期待 重拾這份期待 這一講 我想大家 再向一前走一步 如果你真的對上帝的說話 滿有期望的話 你對你生命被改變 都要滿有期望 我要繼續 讓神的話語進入我內心 藉著神的靈在我內心裡工作 切得的改變我們的內心 然後我活出來的生命 就是土神喜悅的生命 保羅在哥羅德後書三章三節 用了很短的字 但是描述得很細緻 就是這個 從裡面活出來的一種生命 你們明顯是基督的信 即是一封信 來自主耶穌的信 這封信是有代表性的 人們讀這封信的時候 就會更深認識耶穌 這個現在講的是你們 即是人 如果我們放在我們的位置 即是我們也是 藉著我們修成的 不是用墨寫的 乃是用永生神的靈寫的 不是寫在石板上 乃是寫在心板上 求主幫助我們 這個五巡節 就是我們重拾 我們對神話語的期望 神的話語 就能夠切入 否開靈與魂骨 浪與骨髓 將我們的心思念都辨明出來 然後藉著上帝的靈 上主會改變我們的內心 當我們的裏面改變 我們整個人活出來的生命 我們就能夠討神喜悅 就成為一封的戰信 人們看到我們的生命的時候 就能夠更深認識我們的主耶穌 希望這個五巡節 剛才所講的一切 真的發生在你的生命裏面 願主祝福大家 祝福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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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謝謝 謝謝